最终,东莞队以113-80反客为主,击败杨江,在常规赛还胜两轮的时候,以6圣灵腹肌12分提前获得季后赛门票。 下周六7月14日晚上,东莞队将迎来常规赛最后一个主场,坐镇石龙中学体育馆队阵劲敌江门队,本场比赛东莞农商银行队只有6人来到现场报名参赛,其中,主力球员黄文威、肖海亮、曾冰强以及主教练刘伟浩,代表中国三人南兰国家队造访赛维利亚,此外也有多名球员。 也因故未能来到阳江,东莞队6名道场参赛的分别是周志宁、曾庆龙、莫家颖、陈杭、陈国豪和吕燕佩,而阳江队则是12名球员悉数道场,三军用命。 这意味着东莞只能在一人轮换的情况下与对手对抗。 东莞蓝坛林素、助力教练方韦明,再次肩负起临场指挥球队的使命,尽管遭遇人员不齐的困难。 东莞农商银行全场,还是没有给对手任何机会。 首节比赛东莞队发力,以23比12领先,第二节羊江一度奋起抵抗,但东莞队始终保持着比分的领先。 单节小胜对手2分,半场以48比35领先对手13分,半场休息回来,体力恢复的东莞队单节,再度打出得分高潮。 以36比21的单节比分基本锁定胜局,最终,凭借过硬实力,东莞农商银行队,在只有一人轮换的情况下,创造奇迹大胜对手。 本场比赛,东莞队6名队员都有得分,其中,共有4名球员得分上双分。 别是陈国豪33分,吕燕佩31分,陈杭19分,墨家尹16分,而周志明和曾庆龙军得到7分。 全场比赛,东莞投篮命中率高达75.9%,篮板数据甚至赢了对手9个。 分轮其他小组的比赛战棒,省联赛8强已经产生6席,分别是A组的东莞,B组的深圳, 珠海,C组的汕头,顺德以及D组的和元,东莞农商银行队季后赛首轮的对手,将会是C组的汕头或顺德,记者龚明阳作者龚明阳来源。 音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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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音乐